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摩克斯系列课程 课程发展与设计 校本课程篇 我是国立台南大学黄英文老师 今天也同样很高兴邀请到 现场和顺国小的十五老师 郭慧玲老师跟我们分享 这个课程实施的单元 大家好 我是慧玲 接下来第五单元会跟大家聊到 五支一的内容是 课程实施的意涵跟学理基础 五支二的内涵会跟大家提到 中时关 相互调试关 以及落实关的校本课程实施 五支三的内容会以素养导向的 校本课程的单元教学设计 来跟大家做讨论 五支四会谈到教师社群 与校本课程实施的专业成长 那五支五会提到 共同备课与课程实施的精进内容 那最后的五支六会提到 官课、易课与课程实施的精进 哇 今天的内容也同样很丰富 而且具有食物性这样子 那大家相信对大家未来一些 理论跟食物的那种 专业知能的成长一定很有说获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准备我们就欢迎郭慧玲老师 好 大家好 现在呢要来跟大家谈五支六 关译课与课程实施的精进内容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公开授课有哪些流程 在叶新华教授这一章说明里面有提到 我们在进行公开授课呢 需要一些共同备课 那共同备课的内容包含说 你要跟老师们建立共识 然后进行一个课程讨论 那授课及关课的准备呢 你需要准备一些单元活动的设计啊 上课的教材还有学习单 然后包含学生的座位表 关课表等等 那接着是公开授课 也就是关课的那一天 就是需要有直接关课跟关课记录表的填写 那最后呢就是需要议课 议课就是老师们聚集在一起 接受一些专业的回馈 那议课里面内容包含说你要进行多项交流 或是探究教跟学之间的成效如何 那接着是分享课堂学习 以及教学者的回馈跟省思 这个是公开授课的一个大概面 那关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为了要 确认我原本设计的那些课程 是否犹如预期中发生 然后在帮助认课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形 所以藉由这堂课的观察呢 可以讨论学生他在不同课程的学习当中的差异 那了解那我到底要如何去帮助这些学生 去有良好的学习成效 那这篇这张表格 里面有提到教师官课专业对话目的的类型有哪一些 那主要有三大类型 从教学能力检定跟同侪观察护学 以及地上的类型是改善学生的学习 那这三者的类型可以看到 他其实官课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 从一开始的教师教学能力到最后的提升学生品质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就是更符应这个现代社会的教育现场 因为一开始的教学能力检定 他比较把重点偏向老师 那一直到第三个改善学生的学习 他的重点就放在学生身上 就很像我们现在强调的 以学生为主体 所以这个表格可以看一下 他其实是有越来越跟现在结合的感觉 那观课应该如何进行呢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有一个事先的准备 那事先准备里面包含说你要提供刚刚提到的活动设计 然后教材 学生座位表跟学习单还有观课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召开观课前的会议 就是跟各位观察者说明你所这堂课要教导的学习目标 然后教学流程 然后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你们班的特性是什么 然后要准备录影还有摄影器材 那这边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现在的小朋友有个资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把他们的头就是人像公开的话 需要经过他们个别的同意 那因为小朋友他还未满18岁嘛 所以就是要经过家长的同意 那观课前呢 老师一样要跟学生好好说明一下 我们有一堂课会有很多老师一起来看你们上课哦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那学校老师都是你们的老师 那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那我们才可以来进行这一堂观课 那观课应该如何进行呢 首先观课老师的安排 一般观课老师的安排顺序就是 我有教这个班级的认课老师 然后再来是同领域的 然后接着才是其他的老师 所以这个安排的数位可以看一下 那教学者要先进行说课 就是不管这个观察者是否他有参加功倍 他在进行教学之前还是要大概说明一下这堂课的流程 然后你要帮观察者安排座位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分内观跟外观嘛 内观就是看学生里面的自己学习的情形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公开守客人 你要注意一下安排的位置 然后还有观课的一些基本礼仪要提到 好那观课要如何进行呢 到底要观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要观的内涵包含 你要去留意学生的学习是否发生 那是如何发生的 那他的困难点在哪里呢 那你要如何解决学生的这个学习困难 然后你要观察学生的学习表现 这个是你要观的内容 那你需要去注意一下学生的表情啊眼神啊 然后还有学生回答老师的一些行为语言 然后可以观察他书写的小白板笔记跟学习 当然了解他的学习状况 然后你也可以观察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对话 有没有产生一些学习的效果 然后还有他对于一些策略性知识的应用 是如何实施在这个课堂上的 好 然后你可以进一步观察学生的认知情意社交的行为 比如说 他在抄笔记的时候 这个笔记的内容是经过他自己的消化 还是完全只是复制贴上 然后或是他脸部的表情 有没有出现皱眉啊 或是哦 真的这样的表情可以 符应他现在的学习状态 然后再来是 素羊导向的观课 其实不只是要观察 学生学习内容的 学习表现所形成的结果 更应该去发现任何可能是学习的原因 这个都是要去察觉到的 好你要去记录学生的行为表现 然后其实观察者是一个比在上面教学的老师 还要忙碌的一个人 因为他需要去观察学生 还要观察老师的这两个角色之间的互动 好那观察的能力呢 其实是跟本身你这个老师的教学实务知识是有相关的 好那观课应该如何进行呢 那我们观课的重点有哪些 首先先提到观察的面向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学生整个班上的学习氛围 或是他的学习历程 然后以及他的学习结果 那观察的方式呢 你可以从学生的发言的内容 或是他发言的次数 然后他讲话流不流畅 肢体语言或是声音的大小声 来反应他是否学习 是否进行一个思考 那观课的关注焦点呢 在第五点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到学生他可能呆滞啊 或是注意力不集中 这可能是他缺乏学习动机 或者说他很安静都没有讲话 这有可能就是他不懂你在讲什么 或者他缺乏上一节课所拥有的先辈知识 或是他其实本身的人格特质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或是他不习惯别人看着他上课 或是他自己本身人缘不太好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然后呢如果你发现他在进行一些学习单的书写的时候 他没有写或是乱写乱做 那有可能是他不懂题目在问什么 或是他有一个迷思概念的存在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些关注的焦点来了解学生的认知情义 跟社交的这些技能来进行理解 好 观课的原则呢就是以观察学生表现为原则 然后不影响老师的授课 然后跟传统的观课的比较是在于 其实我们以前是比较注重老师在课堂上的表现 那现在的观课重点应该要摆在学生他学习的情形 所以才会有内外观这样的观课方式出现 那你要怎么进入学生的表现呢 其实他有一张教师观课记录表 他里面有提到观察对象跟学生行为的表现记录 这个其实各校会自己衍生成符合自己学校的教师观课记录表 所以内容应该是大同小异 好 那或是你可以留下学生的学习成长证据 就是他书写的内容 然后去描述诠释学生他的表现如何 好 那公开说课的表现呢 我们在第一头影片二十页的地方其实有看到 学校他是本身是可以主动建制的 那你也可以针对你们的课堂活动去进行一些改良 然后去设计一个符合你这个教育现场所需要的表现 好 所以接着呢有几张参照表 可以看到有教师的学习环境啊 教师的教学情形啊 学生的学习风景啊 还有意识记录啊这些 那在学贡的版本 不是学贡 那个张辉成老师的版本 也有看到 他其实表格设计的更符合他本身的教学法 好 那 那在第二十九页的地方 官课的参照表 这张是教师专业发展评件教学观察 他就是比较制式的内容安排 但是非常的完整 好 接着是学贡的教学观察记录表 大家就可以发现 学贡就非常注重学生的座位安排 对不对 所以他在教学观察记录表里面 就会特别让你书写这一块的内容 好 好 那接着我们就再往下看第二个部分 好 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到 投影片第三十九页的部分 这里有提到 运用学习共同体的教学三要素 就是倾听反馈跟串联的机制 来看一下在观众中 重视关系的连结这件事情 其实它包含三个部分的连结 比如说人与世界 人与自己 人与人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 好 那 那在第四十一页的地方 又出现了公开授课流程的这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译课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首先呢主持人要先说明我们译课的方式 然后教学者要先分享自己的教学设计理念跟授课的心得 那各组的观察者 他再进一步去分享说 诶学生在这一堂课 他的具体事实表现为何 那从单元学习目标去了解 学生哪里的学习是成功的 那哪些是他们其实好像还有一点问题的 所以教学者所关切的观察焦点 跟是观察者他需要去进行回馈 然后并且从观课中他学习到了什么 这个是译课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用ORID的心智工具来作为译课的一个框架 那什么是ORID呢 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O就是客观性 里面包含我们所需要客观的事实资料 那R就是回应性 就是指说在这堂课里面的心理的情绪感受跟感觉 那I呢就是诠释性 就是你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想法还有意义 那最后是决定性 就是要怎么样去触发决定的实际行动 这是一个心智工具的内容 那ORID的提问呢 里面就可以包含在客观性的部分 你可以提到你看到哪一些重要的内容 那回应性就是可以说说 你对公开观课这一场课的感受 然后选试性就是 你从这个公开观课你学习到了什么 比如说教学策略啊 还有一些创发的新点子 然后最后决定性的内容呢 你可以去提到 收割内容对于你这些学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价值 好 那接着呢 杜威的进步主义 里面有提到 其实环境跟个体之间的交互连结 是我们整个学习的现场 是需要去关注到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进行一个观译课的活动 那依课的原则呢就是观察 观客的人分享自己看到学生具体的表现 跟教学者的教学内容 并且分享你从里面学习到了什么 那主要就是他可以提问跟对话 但是绝对不要批评教学者的特 各个的跟个别学生的个人特质 这个是不加入讨论的 那异课的心态呢 主要有三个就是整全性的 学习中心的 还有关系的 这个这三个心态的面向是一课时候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可以借用那个Essner的教育 鉴赏与评论的机制 里面有提到描述啊诠释啊评价 然后最后去形成一个论调 那可以借用鉴赏与评论的方式 就是这边有一张布瑞奇的图画 它可以提到里面几乎是隐形 但是隐形其实有各种类型的 所以这张图的书名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着呢 谈到集体译课的意义 我们其实可以从集体的译课中 去进行一个相互的学习 比如说可以建立教师为学生译课的态度 然后不要拿某一个标准来看老师的教学 接着呢是可以用学习表现 推入原因跟提出策略去系统性的分享 然后最后是挑选重要的主题 跟学生的表现证据去进行一个对话 所以呢我们要排除心中 对学生的一个课板印象 比如说低层秀的学生 他就真的无法参与学习讨论了 其实不见然哦 要看这个课堂对他有没有兴趣 好那接着呢是要分享其他教师对照自己的观点 你要去听别人讲什么 好如果你能就是跟大家去进行一个交流 其实你自己本身的思维是会持续的扩大的 不会局限在自己的思想里面 好接着呢难道不需要指出教师的疏肉处吗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去进行一个改进的策略 而不是去议论老师在这堂课里面的教学行为 然后有时候呢你要先忽略80%的教学疏忽 所以应该是要把时间放在你在教学策略上面讨论 好那集体译课的意义呢主要就是要为了学生省思自己的教学 你可以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 然后去想说那我在教材啊学习表现上啊教学上啊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去察觉自己教学专业知识的改变 然后去发现自己的教学专业知识是不是有不足的部分 可以进行补充然后去再度的省思自己补弱在未来 需要再进行这一堂课教学的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改进 所以从备课、供备、观课、议课到教学省思的应用 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历程 那如果你把这几个步骤都跑完的话 其实自己会得到更多的教学回馈 然后会在食物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 那集体一个意义呢 我们就是要去评估教师专业成长 然后去发现说从学生的学习成效去发展自己的教师专业 那教师专业是来自教师为学生做了什么 而不是老师本身曾经有什么 那促进学生学习成效的教学设计 可以去评估教师的教学专业 所以在59页可以看到一个图 这个图可以发现老师的教学设计跟学生学会了什么是有关联性的 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说教师自我叙述的教学专业成长历程 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剖析到底做了什么 那如何做其实为什么要这么做 反正呢整个过程的重点都要放在我们的教学内容跟教学技巧 到底对学生的学习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以上就是五之六的部分 2 1 4 6 7 9 9 7 9